这几年网友们渐渐也都接受了很多翻拍剧 有一些强大的制作班底和演技派演员的强强联手的阵容 也是很值得期待的 近日有网传消息称作家马伯雍的另一部作品《两经十五日》即将被影视化 马伯雍是一位比较有知名度的作家 他的大部分作品的题材都集中于历史 悬疑上 此前他的代表作者 《长安是二时辰》 《风起隆西》 《显微镜下的大明》等都被影视化了 而且这些作品的评分都非常高 这一次的《两经十五日》是公认的好资源 这部作品的历史原型是明朝太子朱瞻基继承皇位的故事 这几年古装剧的市场依旧非常好 而且很多想要爆红 非升为流量的艺人都会选择出演古装剧 但大部分都是古舞剧 实际上像这一类古装悬疑剧 才更加能够体现出演员的真实演技 所以这部剧对于很多想要转型的男人来说 是一次很好的机会 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从网传的消息中能够看出 这部剧的制作班底是比较强大的 所以他们可能不会轻易地去选择一些流量或者是演技争议比较大的演员 最开始网传出会争取到这个资源的演员是白宇 白宇曾出演过马伯雍的翻拍剧《风起龙溪》中的一个角色 而且此前他主演的乔家的儿女 陈默的真相等都能够证明他的演技 他也是公认的实力派演员 但最近有网友发现这部剧的编剧陆续关注了 两位男演员分别是诚意和谭剑次 因此大家都在猜测 或许剧方想要这两位演员共同出演这部剧 从原著的剧情介绍中 能够看出这部剧中有两位比较关键的男性角色 诚意和谭剑次都是有一定知名度的男演员 而且此前两位男艺人分别给大家呈现了莲花楼 长相思两部优质的古装剧 诚意这几年虽然一直在出演古装剧 但它并非只是局限于古装偶像剧这一种类型 今年的古装选一剧莲花楼豆瓣评分达到了8.4 此前它还曾出现过古装全谋剧与军歌 在剧中它饰演的就是一位君王 然而诚意和谭剑次都是当前公认的流量男演员 如果这两位艺人合作 关于范围的争议自然是少不了的 对于这两位男艺人来说 这部剧都是一次很好的机会 而且关于范围的问题也很好解决 首先就是粉丝要以一颗平常的心来看待这个问题 其次就要看这两位艺人分别各适合哪一个角色了 比起所谓的头衔 能够选择更适合自己的角色才是最重要的 这几年诚意的发展越来越好 戏外的他又非常低调 而且很少参加综艺节目 所以一直都给大家保持了一种作为演员的神秘感 难怪杨子说什么都要和欢睿解约 看完诚意的遭遇就知道原因了 自打诚意靠琉璃一角色火了后 欢睿就盯紧了这棵摇钱树 整整五年 诚意说一天也没有休息 甚至腿骨折到不能走路也得坐着轮椅去片场 琉璃杀青全组人宣传的时候 诚意人已经在了与君哥剧组 等以为这部戏拍完 他会给自己一点休息时间 谁知这哥们是马不停蹄的 就跑去了隔壁沉香如蟹剧组 第二天就投入了应渊帝君的拍摄 可毕竟这是一部先侠剧 拍摄过程中难免会有些磕磕碰碰 因为道具老师的失误 诚意甚至在没有什么安全措施的情况下 从高空直接坠落 然而即便如此 欢睿都曾为心疼过诚意 两个假期都不批准 让他直接主拐坐轮椅也不能耽误拍摄 难怪诚意能落下如此重的腰伤 好不容易诚意靠自己能接一部外戏 饰演现代剧法官 谁知欢睿竟然摔脸不开心了 那时连一句宣传都不帮忙说 眼瞅着诚意流量大 二话不说又将这哥们安排在了莲花楼 甚至还差点把女主安排成了李小冉 就这高强度的非人待遇 也难怪杨子连夜跑 不续约了 早安排好 不续约了 您先说 绝对 酸 是 咱це 我们先说 是